乔峰和郭靖生死对决 谁能战到最后 锦庸称道持久战一人必败 锦庸总共学了15部武侠小说 他用一支笔塑造了一个又一个 月染纸上的经典角色 而乔峰和郭靖是读者们最为熟悉的人物之一 他们二人身上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 乔峰 郭靖都和丐帮远远及时 二人也都练成了所向披靡的降龙十八掌 同时 郭靖为了抵御蒙古人的入侵 他带着齐儿家眷一起战死沙场为国捐躯 乔峰同样心细黎民百姓 他为了化解辽宋两国的战士 不惜用断剑插进自己的胸膛 在燕门关结束了自己短暂又悲壮的一生 一个是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 一个是悲天悯人的蒸蒸铁汉 他们二人若爆发生死对决 谁能战到最后 想要对比两位高手的武功修位 就得先看一看他们的武学配置 乔峰的主要输出为降龙十八掌 也配有擎龙弓 龙爪手 降魔拳以及太祖长拳 这种大众化的武功 总的来看 小峰的武学配置较为单一 偏向于进攻卫行 再看郭靖 郭靖的主要输出手段也是降龙十八掌 不过郭靖的武学配置更为全面 除了降龙十八掌外 还有九阴真经 左右护博之术 天罡北斗阵 上天七等武功 明面上来看 郭靖的武学配置胜不了乔峰 毕竟郭靖的降龙十八掌能 和左右护博之术 九阴真经还有天罡北斗阵融合在一起 只要将这三门武功发挥到极致 郭靖不仅能将战力搬一搬 甚至还能做到以一划七 以七划十四 如此攻防兼备的武学配置 让郭靖更显完美 但正如作家倪匡所说的那样 锦庸笔下的英雄人物极多 但若论一气之豪迈 行笔之光明 胸襟之开阔 未有乔峰 乔峰堪堪称是人中之龙 而且他和郭靖全然不同 郭靖完美 但看来看去 是一个假人 乔峰完美 看来看去 总是一条淋淋大汉 就在你的面前 郭靖的武学配置 看上去的确无懈可及 若到了实战之中 难道郭靖真的就无懈可及了吗 在神雕时代 郭靖曾带着杨过闯入蒙古大营 此时的杨过为杨康之死耿耿于怀 他不但没有与郭靖并肩作战 还成了一个拖油瓶 让郭靖顿时陷入了凶险万分之际 孤身一人的郭靖 被金人法王尼摩星 尹克希 肖香子四大高手团团围住 原文学道 郭靖此时所施展的 正是武林绝学 降龙十八掌 博士等三人紧紧围住 先向他内力变在身后 掌力如此伶俐 必难持久 可郭靖却将降龙十八掌和天罡北斗阵融合到了一块 仅凭一人之力就催动了阵法 只见他不断穿梭在阵位之中 静以一化气 一上来便将尹克希打伤 这一下先生夺人 敌对的三人先求自保 不敢放手攻击 事宜虽然以三敌 也只打了个平手 郭靖又拆了数十招 法王的金轮渐渐显出威力 尼摩星的铁蛇也是攻势剑胜 郭靖暗杆焦躁 如此缠斗下去 我终究要抵抵不住 这一战郭靖明显是以寡敌众 以弱敌强 尽管郭靖起初能先生夺人 打得尹克希受伤倒地 但时间已久 郭靖也不由地捉襟见肘 反观乔峰 他的情况却和郭靖略有不同 纵观全篇天龙八部 金庸并没有详细阐述 乔峰休息了什么内功 就连乔峰如何打坐练功 都未曾提及 只因金庸学道 乔峰是一个天赋异禀的武学器材 任何平平无奇的 一招到了他的手中 都能化腐朽为神奇 许多强敌内力比他深厚 招数比他巧妙 但一道脚手 总是在最要紧的关头 一招半事之差两败了下来 可见在金庸的设定之下 乔峰有欲强则强的特殊属性 此外 乔峰不需要练功 只要睡觉 就能自动增长内功 关于这一点 就连乔峰本人也责责称奇 如此一来 就能解释乔峰 为何能以一人之力 在巨弦庄杀的群雄 人头乱滚 惨叫连连 三百多位武林好手 不断上前迎战 却被乔峰 以更快 更猛 更狠 更精的招数杀了 乔峰除了和郭靖一样 拥有较强的爆发力之外 乔峰的持久力 更是惊为天人 那时乔峰潜入少林寺 追寻燕门关之谜 却被玄辞 玄技 玄男三大高手合力为角 少林玄自辈的高僧 都是非同小可之辈 单单玄技的一门 一拍两散 就已是超反脱俗 原来玄技的一拍 两散问世一来 从不用第二招 只因无数高手 都倒在了第一招之下 原文学道 乔峰感到玄技的掌力 犹如排山倒海一般 煞时间全身乏力 就在玄辞等人 准备再次出手之际 乔峰深深呼了一口气 历时便又精神充沛 乔峰的续航能力 如此得天独厚 惹得玄难 玄辞玄技大惊失色 毕竟乔峰明明 应接了一拍两散 却能在极短的时间内 满血复活 如此神痛 已非血肉之取所能 难怪玄难会哀声叹气 而玄技大师则苦笑道 此人需当及早除去 免称无穷大患 如此对比来看 乔峰的武学配置不如郭靖 但他若能支撑到100回合以后 郭靖就会渐渐落于下风 届时将是乔峰的反击时刻